谷一刀在担心什么事 会发生危险吗 又走回原路了 现在糟糕了 枝叶有点大腿小腿都抽筋的状态 看起来状况不妙 枝叶是运动健将 可以连续打三小时羽球 为何会倒汗抽筋 差一点走不回来 让我们一起来找答案吧 指引你知道我们走这里有最担心什么事吗 遇到蛇 答对了 因为这里太原始了 根据这个山友回报 这里常常会出现两种蛇 你知道是哪两种吗 眼镜蛇跟桂可花 答错了 两种都猜错了 这边有点滑哦 声音小心一点 有点抖 这边最常见的是 过山刀跟青竹狮 不小心摔倒了 还好没事 碰到过山刀 倒还无妨啊 因为他是无毒蛇 据说有长达两公尺的过山刀 青竹狮 他就是台湾著名的五大毒蛇 支援小鲜慢慢走哦 手脚并并并幼 让你刀哥提醒我 这边谁 可以 走到这边呢 有个插入口 右边是直下 左边有一个比较平缓的路径 根据我的地图指引 这个时候应该往左边这条路 因为这边沿路都没有路标 我们看到左边那边有挂了一个登山条 那应该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就往左边前进咯 所以职业我们现在还是走在路线上是吗 那表示我这地图制作的蛮精准的 这个山径这么小条 但是是正确的真的太开心了 这个GPS商用卫星偏差 所以叫石工 所以有时候偏差距离蛮大的 那在山区可能会更严重了 刚刚不小心踹到一颗石头 这时候就滑落了 可能这两天 这几天都有下雨 所以土石比较松动 还是要特别小心 在路径上的石头 它可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稳定 会滑动的 又满身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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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是 还算还算凉 因为在全程都晒不到太阳 而且有点起雾了 没有太阳 这里 这里真的很潮湿啊 一颗 断木在这里 上面都长满了 不知道是木耳 还是什么菇什么菌 我对这个没研究 有知道的 好朋友再告诉我 这根枯木上 长得又是不同的 菇类吗 还是菌类 还是林芝 哇 刚刚在这里 看起来不怎么样 没有特别难走路 我也不小心滑了一跤了 还好 屁股稍微蹬了一下 不严重 怎么啦 OK OK 你摔倒了吗 一点点 看起来它石头太滑了 哦 到地落差也比较大 所以还是得小心哦 好 慢慢走慢慢走 我们不敢 我们今天出来就是慢活的 来享受山林 一点三只野鸡兔了 胡一刀 你到底是在找一点 还是在找漏点 我被你打败了 比较平缓好走咯 比较多的泥土路径 没有那么多的石头 因为石头上都布满了青苔 刚刚就是不小心踩到一块 有青苔的石头 就顺势就滑倒了 到三叉路口咯 那我们现在要 要往右边 这个方向沿着水管走 左边咯 我是规划带我回来的时候咯 我们小绕一圈 从左边那边回来 所以我们现在就顺着我原本 规划的路线图 往右走咯 这里你可以看到 大大的黑色的水管 走到这里 又是一个三叉路口 感觉 是要往前往下 但是 可以根据我们的路径 接下来三种蛇 属于台湾特有种 保育类 看到砖刀哦 现在是什么情景 过得去吗 这边要跨越水管了 跨越了黑色的水管 然后跨越这个小溪谷 然后继续往大豚溪的上游走 这边有个 集水槽 走脚兵用 经过了 一小时时间 我们终于来到瀑布了 传说中的 菜公坑瀑布 就在正前方 好开心 我们来到瀑布的正下方了 这个瀑布虽然没有很大 但是整个环境很清幽 可以清到水深残鸣 旁边还有绳索垂降下来 我们召哥要去挑战 哦 胡一刀年纪大了 不要逞强 小心摔伤 老话说保险要记得多保一点哦 成功 成功 冰的好冰啊 雪很冰凉啊 超冰的 很舒服很爽啊 很爽啊 吃完午餐的洗洗脸 哦 洗漱漱我们就可以走了 舒服 舒服 待战了 现在时间是1点08分 我们要离开瀑布咯 这个时候看到一个大哥也来到这里了 一个人来走 很厉害 阿卡公路再往上去一点点 那边有登山口 哦那边有登山口可以上 所以那边比较好走 不好走 往上走不会好走啊 走四个小时有咯 往上不好走咯 OK 注意安全啊 拜拜咯 刚刚走错一段路了 看到这个 集水的水管 我们应该从这边穿越 这个水管 跨过以后呢 就一条小径 沿着四个小径往下走才对 刚刚走成在 走在膝床上 非常不好走 这样我们重新回来 找到了这条山径 然后 往菜公坑古道 我们 小走一段 绕到另外一头 来回到 第一登山口 这一段路 非常 远死 不好走 没想到刚刚那位大哥 我们在离开以后呢 他竟然一个人爬上了步道顶端 非常担心他的安危 我们等 我看这个大哥 可能也有六十几的年纪了吧 而且他是一个人来登山 他走了四个小时 才走到这个瀑布 然后这个时候 在我们离开之后 他就一个人爬上了瀑布顶端 大哥小心啊 慢慢来啊 那会动啊 会动小心哦 大哥你太猛了 各位看官 看到这两位前辈的表现 走了 千万别再说 你老了 走不动 从今天起 要我们一起走入山林吧 这路径到底在哪里 不好走的地方 就蹲下坐着 再把脚跨出去 安全第一 哦 哦 这里又有点抖哦 直接慢慢来慢慢来 再摔下去 我可能没有能力扛你回去哦 这间路径 看不太出来了 这真的平常很少人在走 这边又到了一个 看不清楚路径的地方 而且没有登山条 照我们路线指引的方向是往这边走 我们先往前走走看 我们仔细看 有没有断掉的草 折断的草 就是刚刚大哥踩断的 有踩过痕迹 有踩过痕迹 所以那应该没错啊 因为大哥是走这条路上来的 走到这里 照路径我们应该往左下方走 然后做一个小圈的切回去 但是 刚刚市走了几公尺 发现草很长 可能太久没人走了 那照地形图 我们往前去走 这比较好走 可以去走一个比较大圈的 山剑回去 这样似乎是一个比较安全的选择 我们又走到一个 不太清楚的路径上了 先来找找看有没有登山条 有路吗 有 这里没有熟人带领 最好还是不要独自来 因为很多地方 路径很不明显 我刚刚好几次都遗失了路径 我们要切过大层溪以后 然后往上再爬回第一登山口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往左下方差 这边感觉路径有点陡 没有 没什么路呢 研究一下哦 好像没什么路可以走 慢慢来慢慢来 这边有绳索耶 这边有点湿湿斜斜的 这边有绳索 所以是有路的 这边要跨过大层溪 我们才有办法回去原来路径 可以抓了 这不好爬哦 考验你 这个运动健将 有没有办法上去 怕这个树断掉 你有没这么胖吧 顺利通过 赤燕你累了吗 有点累 有点喘哦 没想到我们离开瀑布 一个小时了 现在才刚跨过大层溪 好了休息够了 我们继续往前哦 走 很怕我们没有走在路径之上 再一会就走丢了 今天已经走丢了好几次了 因为这平常没什么人走 所以 路径跟 不是路径 已经分不是很清楚了 至于我们走到折板点 对不对 那边有一个桥 然后 我们现在折板 往左上方走 我们要回 第一登山口的位置 所以我们要走这边 这边 路径就比较清楚了 嘿 大哥你好 你好 你好 你是我们走这碰到第二个人 你一个人走吗 没有 所以你们两个结伴行 对对对 你从哪边走过啊 三百桥 你刚有空到一个阿伯吗 有 他还在那里吗 没有 没有 下山了是吧 看起来状况不妙 我们帅哥之夜 平常是运动现象 没想到他现在流太多汗了 衣服已经湿了好几件了 都可以直接扭出汗水来了 现在大腿小腿都有抽筋的感觉 我会很担心 这时候如果他抽筋的话 我怎么扛也扛到扛不回去了 这里休息啊 拉筋把腿筋拉开 我们再慢慢走 不急 现在时间还早 我们离开瀑布 结果走了两个小时 鬼打墙 我没有回到瀑布了 所以中间有一段 现在山静 明显的走错了 又走回原路了 重新出发 现在糟糕了 日夜抽筋的状况越来越严重 如果再走下去 他可能会抽筋了 可是我们现在才刚离开瀑布 十分钟左右 上去可能还要 一个小时以上的路程 我们也只能慢慢走了 等资业休息了 差不多我们再走 这状况是死料未及 这是死料未及 真的难为他了 希望一切平安 资业加油了慢慢来没关系 没关系 累了就坐下来休息 这一下感觉怎么样 ok休息一下 那有树干 躺一下也没关系 现在大概4点15分 天还是很亮 我们还是很多空间 很多时间可以慢慢走的 千万不要偷金 偷金就难为了 所以我们大概还有四五十公尺的坡度才会到第一登山口 好险到现在都还没抽筋 我有听住有听住 你有没有走到厌室的感觉了 是还好啦 就是 就是一直要抽筋很 很烦 对 我相信你这么长运动 这时间太长了 时间耗时太长了 对 我流汗又流得太多 嗯 嗯 对 对 你今天飙汗飙得太夸张了 可能流掉了一千公升了吧 应该超过 这里最后一段呢 坡度好陡啊 我 是很难上 哇 嗚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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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 應該只剩十公尺了 我先走嗎 我先去看看是不是登山口到了 後面馬上跟上 馬上跟上喔 鑽過這個 我看到路牌了 還有些沾油 出來了出來了之夜 我們出來了 太棒了 你沒有抽筋 結果我現在腳緊緊的 太棒了 我給你掌聲 掌聲上去 我現在明白 我覺得真好 大家認為 職業為什麼 差點走不出來 請再留 言區告訴我 一 變眼太放電 二 喝水喝太多 三 走路走開酒 四 沒有妹子陪 五 遇到魔神仔 六 其他 打瓜 在菜公坑瀑布底下 喜歡我的頻道請記得 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並分享給好朋友喔 終於走出來了 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來 虹 按讚 稍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